外星人的机密文件 曾有50架UFO清朝而出 罗伯特·迪恩是美国的一名UFO学者 他同时也是退役陆军军事长 曾在公元1960年代服务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迪恩声称当年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服务时 于公元1964年看过一份名为古迹的机密文件 当中记载外星人对盟军构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 而这一切要从1963年说起 公元1963年迪恩被分配到最高司令部作战中心的 SHAPE军事是 他表示自己拥有宇宙最高机密认证等级的情报分析权 当时由李曼·雷姆黎泽领导SHOC 而他在那时参与将总部搬迁至比利时新弟子的工作 迪恩那段期间 为欧洲最高盟军指挥官的指挥小组成员 也是在那时对神秘的不明飞行物产生兴趣 某天晚上 迪恩于执行期间从安全保险中发现一份名为古迹的报告 内容为对于欧洲盟军可能发生的军事威胁评估 里面提及外星智慧生命与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包含北约与ET的会面 让迪恩倍感惊讶 这份报告拥有最高的安全级别 而迪恩在SHAPE就有称为宇宙绝密认证的安全资格 迪恩表示当时他们着重于与苏联间的竞赛 但却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感到不安 整个中欧地区时常出现大型原型金属物体 当时的飞行员承报这些不明物体出现的情况 并以雷达进行探测 他们发现有些UFO会进行编队飞行 而大多数似乎都来自苏联 沿途经过东德、西德、法国等地 最后在某处的海峡上方转向 从挪威海上的北约雷达上消失无踪 这些UFO体积非常巨大 还具有非常快速的移动速度 并能上升至比人类飞机更高更远的地方 50架UFO清朝而出 据说公元1961年2月 雷达上出现多达50架UFO 他们从苏联飞至美国、欧洲等地 处在接近3000公尺的位置 而且苏联在此时关闭边界 让人们以为战争已经打响 当时战争的恐惧席卷而来 索性最后双方没有开火 这些不明物体在9分钟后消失无踪 这是迪恩所知观察到最多UFO的事件 这些不明飞行物的出现 让东西方建立直接通讯 双方都互相确定UFO不属于对方的阵营 因而达成相互理解 并与SHOC和QG Common之间建立一支热线电话 人们因为UFO而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后来SHOC的负责人 曾于页里从保险库拿出一份厚重的文件 让他看看 标题为 评估欧洲盟军可能的军事威胁 文件编号为3 并标示为宇宙最高机密 内容包含20公分厚的附件 多达30张照片 并有德国上校海英之伯杰的署名 这些文件包含飞行员与知名科学家的贡献 是由北约基金支柱 只发行15份文件 为英文、德文与法文 并每份都有编号 加入包含物理、化学等领域的分析 以及从生物、历史、心理、神学等领域的记录 并让狄恩认为 这并不是份科幻小说 狄恩退育后 于公元1976年定居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 成为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以及星际政治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后来在2018年10月11日以高龄89岁离开人世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按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